嗚~~ 怎麼吃呀? 超大 我今天吃一個餐就夠了 小雲近來看到很多泰國的網紅都拿了一個大大的控器包 以及很多芝士 薯塔打卡 哇! 食物這麼邪惡 好!正義發生的小雲來消滅你們 我們叫了這個 是什麼? 我們想要這樣叫 差99塊 然後他就說,這個不是的,我吃不完,我媽說可以吃不完 旁邊也有人在吃 對,但他們說吃不完,他吃得很豐富 怎麼吃啊,豆子 超大的,大過的臉 你看連包皮都是鬍鬚的樣子 減肥,吃一個好不好包算 真的無從入手啊,這麼大的包 不行啊,好重啊 你看這個包裡面,是有牛油的 包裡面有四塊大雞扒 有醬,還有菜 生日快樂 哇,它的底部很厚啊 它的底部很厚啊,高跟鞋 不知道吃不吃得完呢 是不是切得很漂亮呢 是不是切得很漂亮呢 你看這個包多厚,只吃包吃飽啊 好,好吃啊 我想說,泰國人炸東西真的有一手 炸雞很脆啊,好吃 每天他夾在漢武包裡面,軟軟軟軟 不是,很脆軟軟 超脆的 因為它的漢武包這麼厚,可能會很韌 但不是,其實很鬆軟 再加上裡面加了一些蒜蓉牛油醬,很香 然後炸雞又脆薄薄,然後加上酸酸甜甜的汁,很好吃 充滿芝士醬的薯條 正 它的芝士醬好像有點菠蘿味 很清甜啊,酸酸甜甜一點都不油 今天只吃薯條都吃飽啊 除了薯條山之外呢 它還有洋蔥圈的 嘗嘗洋蔥圈先 哇,不知道能否聽到很脆 嗯?洋蔥圈好吃啊 爽甜有汁在裡面 因為香港的洋蔥圈呢 我都沒吃過一些,令我覺得是 哇,好吃啊 這個炒麵呢 隻雞蛋也有三隻 應該像媽媽炒麵 哈哈,好像媽媽麵 好像媽媽麵吸引一點 嘗嘗嘗 吃麵當然要有蛋汁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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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起初是想這個麵是雞辣 應該是吃之無味,氣之可惜 不過隨便吧,加上我一個餐899就試一下吧 哇,超大的,你看看 一趕怎樣吃 這個399匹的雜扒餐 看看有些什麼 有一塊豬扒 一塊雞扒 還有牛扒 還有一個粟炭漢堡包 還有這個洋蔥圈 除此之外呢,就是極多的薯條 還有一個類似麥樂雞的東西 還有一塊很大的炸魚柳 還有一大砧沙律 哇,魚柳都很脆薄薄的 你看看,它類似日本的吉列魚柳 嗯,外面很脆,外面很滑 好吃 雞扒、豬扒都是普普通通的雜扒那些 OK的,不是難吃,但不是值得來的 嘗嘗麥樂雞 哇,這個不行,一塊粉 一般的這個 雖然有兩份餐,但它全部餐的味道都是這個醬汁 所以這個味道也是差不多 味道都OK的,但不是說十分之好吃 但是大大份值得吃 你想想,一個餐都是399 因為可以三、四個人吃,我覺得都沒問題 因為每人除了一口水,已經吃得很飽 就是樣子又漂亮,吃得又開心,但大份 還有有些打卡正,所以都值得來的 好飽,我也吃不久了 你看,值得一大半 八、九、九吃到牛,六個人都吃不完 我想這個餐十個人都夠吃 但每人一口水太幣吃得很飽 搞不好 打包、打包、打包 其實這個蓋上去,我們只吃了四分之一 這個包真的超厚 只吃的包皮都超飽 必吃公仔麵,第一好吃 如果我下次來,我一定會吃公仔麵 不是吃啊,打包啊 夠啦 夠啦 吸不起來啊,大哥 拆散它了,肉還肉,包還包 回去吃兩餐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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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一個 搞定第二個 完全是一份餐 大盒拍到三盒啊 好飽啊 兩個月都不吃漢堡包和薯條 還有公仔麵 這兩個月都不會吃這幾樣東西 好飽 吃到鬧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贊訂閱 我們下次再大家吃全泰國 YA GO 這個我們第二天吃牛油果漢堡包 果然巨型的漢堡包 是要配上巨型的牛油果 對 欠了一隻巨型的雞蛋 我想要駝魚蛋才配到 對 幸好還有一個巨型的軟生 來到節目的尾聲 又是我們軟之年推介的時間 在食物方面 每樣東西都大大份 不過味道就中規中矩 但是勝在有個很好吃的 炒冬蔭公味公仔麵 現在想起都想再Encore 所以在食物方面 我會給他3.5個軟 環境方面 開陽通爽 最正就是他周圍都有個 胡蘇魯的蜜頭 看著他的樣子吃飯 是人都開心點 所以我會給他3.5個軟 最後價錢方面 一個大漢堡餐 都是399匹 如果你有多幾個人 來吃這個超級大套餐 有雜扒 有漢堡 有炒公仔麵 都是899匹 8個人來吃都夠吃 除開都是100匹一個人 性價比都挺高的 所以我被他爆丟 這間胡蘇魯餐廳 詳細的資料 已經寫在樓下info box 有興趣的觀眾 記得去試一下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CLSS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有興趣 關注小苑在泰國的生活 記得記得CLSS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